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冰城的面积跟香港是一样 人口有160亿万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成长的空间还很大 在外人的眼中看来 冰城是一个旅游城市 当然旅游跟服务业占了56% 工业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占了42% 在1973年开始 我们就非常着重工业的发展 我们成立了自由贸易区 有多间的跨国高科技公司的入驻 其中包括Intel AMD Dell跟Sony等等 那么这些一路走来 这些公司把冰城打造成一个亚洲矽谷 就是Silicon Valley of the East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 我们冰城的外国直接投资 成为全马来西亚的第一名 我们感到非常荣幸的是 联合国发展组织 把冰城列为世界十大最佳工业聚集点 乔治市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最近冰城也被票选于亚洲排名第八 最适合居住的城市 我们还有特别为外国人设立的第二家园计划 那么参与这个第二家园计划的外国人 可以一次过得到十年的签证 买车可以免费 而且申请的手续是非常方便 更重要的参与者是可以拥有产业的 游合丰富历史和现代化大都会的元素 再加上政府推行 Malaysia My Second Home 计划 并奔城相继成为一个具备优厚条件的投资据点 无论是度假物业投资者 或是考虑移民当地的人士都非常适合 Fernand is a very interesting place It's an island a lot similarity like Hong Kong We practice here a lot of Chinese culture, events and traditions We have Chinese New Year, Moon King Festival, Dragon Dance A lot of people find Penang very interesting Besides the Chinese, we have other foreigners who fell in love with Penang We have a lot of street events like Tai Pusom, the Nine Emperor God The pricing, the property prices in Penang is actually one tenth of what you're paying in Hong Kong island So that makes it we got a lot of flights coming to Penang We have daily three flights from Hong Kong to Penang So with that, we have a lot of buyers from Hong Kong So please come to Penang and enjoy and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this Pusom Island 近年,馬來西亞和賓州政府致力推行賓城轉型計劃 進一步將賓城開發 這個計劃亦都令到賓城物業市場發展蓬勃在你 Mr.Ko,你好 你好 我想你跟我們解釋一下 現在在賓城的投資市場是怎樣的呢 其實賓城的投資市場在這五年來都很穩定地重新 最大有四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就是因為賓城是一個島 所以地就越來越少 所以地價就越上越高了 第二個原因就是建築材料一日比一日高 所以房價就不可能會跌了 第三個原因就是賓城最近就拿到了這個世界遺產城市的名義 因為有了這個名義就很多外國的投資、旅客、旅遊業都在進步 其實第四個原因就是政府的透明度就好了很多 所以外國投資者對我們這裡的投資很大的信心 那賣樓花和現樓哪樣的投資回報會高些呢 當然賣樓花 因為如果你賣現樓的話 你是第二手的屋主 所以你賣的價錢應該要高很多 如果你賣樓花呢 你的升值的空間就會好好多 最重要就是在你做選擇的時間 你要找一些信優好一點的發展商 那應該都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我知道政府在四月份宣布外國人 可能不可以買低於一百萬的物業的 那這個對物業市場有什麼影響呢 其實都不會有幾大影響 因為這個政府的政策就是為了保護我們本地的居民 希望你們可以買到屋 不過現在我們這些比較高級 比較豪華的工業 差不多都應該是一百萬資上 尤其是很多都有了好的配套 那些中修應該是沒有什麼影響 對我們來說 那會不會令樓市升得很快呢 當然會 其實如果外國投資者聽到這個消息 當然會趁政府這個制度未實行之前 會衝著來買樓 我也希望大家現在趁這個機會買多些樓 有這麼完善的環境和配套 要在檳城置業有什麼需要知道呢 外國投資者如果想在馬來西亞買物業 其實是可以向馬來西亞銀行借代款的 一般來說銀行可以批到七成 在文件方面 其實我們只需要一個Dex Attestment Base Lib Bank Statement 或是FD或Saving Account都可以做支援 年期方面我們可以借到35年 或者來到70歲 當代款批了之後 海外投資者不一定要向馬來西亞銀行簽合同 就好像如果你是香港人 你可以去到馬來西亞銀行借代款簽合同 遊行的生活方式 加上發展蓬勃的基礎設施 和高質素的生活 這些因素吸引了買家來這裡置業 或者一個退休生活 其實初初過來是不難適應的 很快適應的一個地方 因為其實難的地方只是可能 你的公共交通不方便 一開始 但當你懂得開車 其實什麼問題都沒有了 然後語言方面 其實馬來西亞很多政府部門是需要用馬拉文的 但是有很多的Agent 是懂得說中文、英文可以幫到你 而且這裡是很多華人的 其實大部分是懂得說廣東話 懂得聽廣東話 或者懂得說華語、懂得說英文 所以溝通是絕對沒問題的 其實溝通是一個空間感很大的地方 你應該有的東西它有 它也都生活得很舒服 也都很細、很方便 人也都很Nice 所以我就選了回來溝通 冰城是一個交通發達的城市 我們有一座國際機場 銜接世界各地著名的城市 就以香港為例 每個星期都有17班的班機 從冰城直飛香港 到目前為止 我們有許多來自英國、日本及韓國的 居民都參與這個第二家園的計劃 我們也非常歡迎香港跟你 參與這個第二家園的計劃 冰城在15年來 經過了三個經濟風暴 每一次當經濟風暴倒臨的時候 冰城的房價都不會跌 所以我覺得 冰城的房價很經得起考驗 尤其是在2008、2009年 在世界經濟風暴的時候 這個房價就上了最高 在這兩年 當我最初知道要來檳城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有點擔心 最主要怕自己不適應 但當我過來之後 其實我發現 完全沒有我想像的一回事 在國際學校讀書 我會認識到很多韓國人 台灣人、日本人 大家都一起在外國來檳城 其實主要是用英文溝通 然後你又不懂英文 你都會變成懂英文 本地也有幾間很好的學校 主要是去外國不同的知名大學 所以我會覺得檳城讀書很開心 而且我會很推薦別人來檳城讀書 聽完這麼多專業人士的分析 和分辨的分辨 聽完這麼多專業人士的分析 和分辨的分辨 相信大家對檳城這個地方了解多了 如果大家想到檳城投資物業 可以找專業的海岸物業投資顧問討論一下 或者到www.asiahomes.com.hk